是一名消息男子因为缴不起房租 房东要求他搬走 双方一言不合 男子就手持电极棒伤害屋主 还任由狗咬伤了屋主的母亲 更疑似涉嫌泼漆 目前警方已经通知男子到案 厘清案情 住宅门前被泼得满满的都是红油漆 就连房子周围也通通遭殃 附近租客的监视器也被歹毒喷黑 从唯一的监视画面 确实可以看到有人骑着机车 提着油漆桶到此准备犯案 我就听到狗在在叫我 我也没有过去 我想说人家在在那狗 我就没有过去看了 狗叫都叫40分钟了 我们也不知道 也没有看到谁知道是谁 那后来就搬走了 他就是欠房东东 就是月底那时候就搬 叫他房东是叫他搬走吧 事情发生在6号凌晨 桃源市新屋区 遭到泼漆的陈姓屋主和母亲 日前向消息房客索要房租时 发现男子缴不出来 就现男子要在10月1号搬走 只是没想到此举激怒了男子 不但持电击棒攻击屋主 还任由自己养的狗咬伤屋主的母亲 根据了解这间房子 男子从4月开始成租 一个月租金为8000元 在爆发冲突前 男子就不断以各种理由欠缴房租 搬离住处后 还频频用电话简讯的方式 骚扰屋主 让房东相当头痛 那第5月开始就不付房租了 第6个月没付 水电费也没有讲 有事好好谈嘛 但是他就发个解信给我 说反正要跟我玩游戏 原警目前已经将男子通知 道案制作笔录 将一伤害及恐吓罪嫌 侦办调查中 不过出租屋前的红色油漆 是不是他颇洒的 警方还要调月监视器 查个水落事出 接着林柱强桃源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